这些都是我们思索的地方 开智慧的 完了你自己先 把这个问号 问的问题 迷思维观察 你这么理解 完了再看看 绝手菩萨怎么答的 哪里跟你自己想法一样不一样 心性是一目理解不理解 什么叫心性是一 那见种种差别 这个什么懂得了 自己的看问题的看法 跟人也看问题的看法 不一样 为什么老师提个问题 有的同学能答上 有的同学答不上 为什么这个同学得考第一第二第三 这些同学得考五十个人 他考第五十第四十九第四十八 为什么 这就是先有问 我们老说大概啊 他聪明 说他愚笨 或者找原因了 说他家庭环境啊 不好 或者出于能存的 他平常这种环境啊 接触得少 说他家庭里头 他父母都是教师 说这孩子就聪明 找找原因呢 为什么这个地区的人灾难特别多 我说那个地区的人呢 特别享受 什么灾难没有 为什么他生北九路州 活一千岁 为什么活南南部州 有几十岁的 十几岁的 或者刚下生就死的 也活七八十岁的 什么原因 这就靠你思维 要修怪 比如瓜在那儿 当收音机 管往里头收 还得往外放呢 还得当发报机啊 因为这样子 你学习 才有进步 瓜听 不行的了 要惯 文 思 修 这三种不要离开的 文是听到 听到经过你自己的思维 思维就是观照 就观察 观察完了 彼此再进修一下 对正一下 说思维的 是错了 是对 他这个问号 问的正确 不正确 因此呢 就先思维 如果大家想 我们有些个学友 道友们呢 看书超 看核论 或者看篡药 环境注解很少 就这几步 我经常对我们初学的道友说 在你学习最初开始 不要看注解 为什么呢 把你自己的思路 把你的看法 一看注解 就随着注解 转了 主是说的 没错 你自己的智慧呢 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像环境 书超 或者书 或者超 或者和论 你不看注解啊 你还懂得一点 如果你看注解 你完全不知道 到哪里去了 如果是现在 不给大家念几段注解啊 大家能理解 不能理解 你可以理解到了 说心的性 就在如来藏 先即是性 自性的清净本体 妄心之性 无性之性 空如来藏也 真心之性 实性之性 不空如来藏也 平等无二 这样才说 一心 我想大家对这个 你得读好多个经论的 你得懂得了 清凉果书这个书 如来藏是什么 什么是自性清净先 忘性之性 无性之性 无性之性 是空的 空的就叫空 入来藏 我解释读解 比解释经文还困难 这下你看呢 我因为你绝对不能懂的 五曲配着吃五戒 招得人山 有阴宗 有禅言 总报而有言辞 明别跟人也 别报业 为时 以名 隐满业 能照巴士 隐艺术国 顾名隐艺 能照第六 满艺术国 明文满业 据舍论说 一页引一生 多页能圆满 犹如续节 光土 仙土 行脏 后天 仲彩 这个诸解不加解释 比经文还难懂 大家听我念了吗 理解吗 往来再解释 什么叫总报 什么叫诸根 什么叫受伤 什么叫端正 什么叫苦乐 如果把这个解释 那就困难了 那就时间占得非常的多 恐怕讲起来 因为他牵涉着很多不经论 像是古德 做折柱净难 直解前难 懂这是什么话 解释 现在解释这经文 所以 只要我们夜时来说 把这个心 解释成为夜时 就是我们八时的夜时 夜时是能与 心是所与 离所无能 离能无所 心不知业 业不知心 解释这个心不知业 业不知心 本时呢 就是夜的心所 一与一心呢 心有八个 八时为时 其实 因此说 夜从原生 故无自现 不能知心 离能无所 离了能异的业 在心非所异 由业所成 所以说 所异无性 故不能之业 如果要第六意识说 业是所造的 心是能造的 全是很快就消灭了 起的时候不言无起 灭的时候不言无灭 何能有体而得相生呢 成种种也 像这个解释 跟他问的问题啊 好像是 不相干似的 解释什么呢 解释性 那以下更多了 其实是十几页 因此啊 大家暂时先不要看住节 顶好把经文 先理解了 等你学习的 深入了 深入了 再回来看住节 因为这个前头的 就是这个文殊司令问 问绝守菩萨 那以下的到绝守菩萨答的时候 你看绝守菩萨怎么答的 把答的跟问的两个行对照 完了以后 你再看住节 往往的一个经 看主是住的 你看起来 如被过经过 十年的学习啊 那些解释 你没办法进入了 解释比原文还难懂 就是我刚才说了这段 大家听我念了几一段吧 我只念了一段 完了又解释这个解释的 我说这些话都分很多类 什么是心 什么是心所有 那你必须得学个白法门门论 心法有八 心手法有五十一个 心所有的五十一个 那你不学个白法门论 他跟每个名相的 没翻到道 所以我们看看绝守菩萨 对照文殊司令菩萨这个问 绝守菩萨怎么答的 你两个这样对照 完了以后 你听完了之后 你再看诸解吧 你再诸解 你才能明了 文殊司令菩萨问 心性是一呀 云和有种种差别 解释菩萨答复他 祭送答复的 人皆问四亿 人是人者 成文殊司令菩萨 说人者呀 你所问这个道理 我知道你的目的 你的目的是什么呢 为小物群盟 为一切那个欲死的纵伤 让他绝晓明了 今入其性答 为人应替听 我是在礼上答的 这你也入礼听 替听啊 替是礼 我唯愿人者 入礼而听 人者入四亿 为小物群盟 这两句话 赞叹的话 赞叹文殊司令菩萨 问得好呢 因为文殊司令菩萨 这个问号 还是为了一种伤 他对于他所这种道理 他自己也深切解悟了 这九首菩萨明白 知道 说你的心是哄法利于众生的 你所问这个意思呢 我答复你吧 诸法无作用 你无有体现 事故比一切 个个不相知 说一切是法 虚幻不识的 是总横的 说因缘所生法 一切都是空的 没有作用 这是缘起的 没有体现啊 是无有体现 是吧 本来是一些 银河有种种差别啊 有的空的吗 为什么没差别 没有 这些同样假发 答复做什么 原生诸法 说事故比一切 个个不相知 这就明白了 而心形是一样 这种种那么多差别啊 因为它是缘起的 没有作用的 没有体现的 所以它个个不相知啊 云和有种种差别呢 就这样有差别的 这个差别没有的 无体现吗 无作用吗 事故比一切 个个不相知 这是种达 这要把这达底 要解释一下的 达底呀 明白了 对于那个 问号也都明白了 一个先要法说 因为诸法没有体现的 个个不相知 因此的不相知 意思就是说 诸法从缘起 缘起无自性 缘起注法没有自性的 没有自性就是空的 因缘所生法 我说即是空 佛是佛说的 佛在别的经历说 因缘所生法 我说即是空 因为从缘起的 种种的 各有各的因缘 各个不相知啊 不能相知 就是 达夫他 见有种种的差别 所有的见就不同了 各个不相知了 缘起的嘛 缘 言 能观中中散 言根坏了 用耳套去观 不行啊 他个个不相知 耳根只管闻 只管听 他不管见 但是 冷眼精神说 我讲二十五元通 闻性 那就通了 眼睛不见 闻也能闻得到 有这个事吗 确实是有 怎么有的呢 瞎子 他一小生下来 就是瞎子 眼根坏了 他那个剑呢 就没有了 他剑面的耳朵特别灵 他知道他家里人 哪个走路 他听到声音 他就知道了 你跟瞎子谈一谈吗 你深入一下 看一看 他这根不用了 他那根就特别灵了 这说通意 通意 人家心 实 实 就是这个实 这是虚幻的这个实 不是真实的 就是我们的心 神经 换句话说 叫神经 他没有开刀 用大手术 为什么先把他这个枝 把这个神经给他麻醉 麻醉 哪个开刀 他根本不感觉得到 感觉到就把他痛坏了 把他神经给他麻醉了 当然医生是难得医术了 他不理解我们佛教的道理了 没有让他看麻风病的人 得了这种病了 他自己把他手指干咬 把手咬 他身上烂 你看烂 他没有痛苦 我都心里麻木不忍了 那种人 每一个地方坏了 他那石坏了 神经作用没有了 看着人还在 还是个好人一样的 没有神经系统了 什么作用不起了 这叫植物人 从这个道理啊 来明白我们种种的源起住法 源起住法 所以 觉手不是答复的 说源起住法的 没有体 没有自信 然后那个 清亮果子说 像河里的水 河水无知啊 他怎么能不知 他互相不能知道 河跟水不相知 只有名字 河不是水 水也不是河 但是河里的水 两个河起来了 这叫河里的水 在海里的水 海里的水不是河里的水 这个河的水 不是那个河的水 河跟水不相知 河里的水 河里的水不相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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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人整体 眼耳鼻舌身互相依存 就是这个含义互相依存 没眼睛你看不见 没有的你听不见 又能听见又能看见 一个具体的人眼耳鼻舌身的六根俱全 六十都起作用 少了一个 它那缘起就不能够很好的完整了 它是互相依存的 它没有实体的 所以它个个不相知 眼不知耳耳不知眼 就这样一意思 由此这个没知的 无知的 无知是无自性 没有体性的 因为才有缘起 缘起 总的说来 一切做法都是虚妄的 无所有 没有有 在这把这一切虚妄祝法 体会得到 体会得到什么呢 它一正而起的 无性的真理 咱们讲的一些 答复文书斯理菩萨问 心性本义的问题 就用这个方法打算 恒常显现 心性就是一 那么像这类的法 写一本书 写两本书 才能解释清楚 才能要周转 缘起 往来缘起 回到星空 星空缘起 经过很多的次序 才能入得明了 要不 说一切入法 这样 把它分析来解泡 说因果 因果 说现在我们这个人身 这是果了 成熟一个人身了 因呢 怎么成的这个人身 这人身不是体 无体性 要是有体性的 是长存的 不会坏 因为这个幼体是无体性的 果是从阴生的 果没有体性 因为有阴才果才成立 阴没有体性 果也没有体性 阴无体性过 阴所成的果 果也没有体性 果也没有体性 但是它仍然以干果的起个肉 能起的果肉 那果没有体性 果但是能除那个阴 除阴子所能 因阴成的果 这叫成的 阴源所生发 我说即是空 合起来的因果没有体现 但是互相对待的 以他把他当自己 因为没有体 体容都没有 体容都没有 一切法互相不知 此不知彼 彼不此 因此而说 一切法互相不相知 果充阴生 阴没有力量 阴不能生 阴能成 阴子能筑成 果能帮助阴的生长 阴无能生 果又无体 两个合起来 有作用了 一切诸法都通于因果 先必于因缘 因何事都有因缘 通过因缘这个门 才知道成了一个国 果无体现 才是因所成的 因能港国 因不能自国 但是这个体呀 是虚幻的 虚幻的 是生灭的 因果是没有力量的 因果无肉 因果无体 因果无自体 烂塌而成的 因烂果果烂因 就像那个河里的水呀 奔腾经流啊 比如说 何种所谓 传流经奔西呀 各个不相知 诸法也入世 当然水是无情的了 他怎么相知呢 把他拿来比喻的意思了 但是他可流动 他可流动 因果所成的一切法 对 因果所成的一法 没有自习的体现 咱们的人体的动 是风荡 人体的难 难窃 是火荡 人体流动 是风荡 五脏六腑 各是各 各注各位 中间都有空间 这是空荡 对 又体是地水火风 成就的 在冷眼睛上讲 再加个空跟石 地水火风没讲空啊 没讲空 那鼻炎得有空啊 那肠子跟胃子粘到一起 那麻烦了 心脏 跟肺脏 跟肝脏 他中间都有空间了 张业伟都在扶枪之内 问问医生吧 解剖的时候 他说你这个中间 每个空间大小 有病了 把这个空给粘住了 粘到一起 没空了 当然他得疏通啊 打空啊 他空才行 这个道理就是这个 所以他不相知 一切诸法都入善 不相知说法 文书斯利菩萨问呢 为什么诸法不相知啊 现在问号 为何有种种差别 为什么各个不相知 苦乐不同啊 丑乐不同啊 受生的同意啊 心又不知受 受也不知心 因不知缘 缘不知因 答复这个问题的 拿水来比喻 拿火焰来比喻 那火焰一起一面 拿风来比喻 拿地来比喻 就是地随火风 这四宗法 真望相续 真跟着望 相续不停地运作 一日这个真望的起 这真望的消灭 望是以真而起的 那望呢 是真把它印词的 没有真望怎么有啊 相对诸法 一日心法 静法随缘 静法缘起 就是随缘了 随什么的缘呢 随忘的缘 说一念不觉 生三细 就随着望的缘了 动了 一动 就生出来 叶相转向现象 所以它要起分别 动完了 有个能知的知 要分别所起的望的望动 这一分别就多了 就起志向 相续向 志向就是分别心 分别不停 相续不断 甲力名字 要知名即取 在这好的要取 要贪 这就是执着取舍了 知取即名字 名字都是甲难立的 真望相续不断 望意真起 望的容 是因为真起的 那望为真所辞了 真就辞去它 每一个都有 能以所依 为所依 都有这三种 这下有这么一个解释 一共有十种解释 能以 能以所依 十种依 在意义上 道理上讲 不相知 而常识就是流动 就像张局那喝水的 前流不自流 由后流排骨流 前流无自性 故不知后 水呀 不是自己流动的 后浪推前浪 后流推前流 前流就往前流 前流没有自己自性 因为没自性 他不知道后头 还有人推他 还有人后流推前流 后流 后流 谁排前 而不道 与前流 故意不相知 那后流 排到前流来了 因为前流 是被后流 推动他流的 那他已经前头走失了 后流又来相聚了 他没有自性 他不知道 前不知后 后不知前 后流不自流 由前引故流 后流不是自己想流 是前头流往前走 他后头必须得往前进 前头引的 后流无自性 故不能知前 后流没自己体型 所以他不知道前头前流 前流虽眼后 而不自后 流了就过去了 再回不来了 但是引着后流又来了 因此不相知 故意不相知 前排与所引无二 能排的 跟引排的 两个是无二 说一个吧 不可以 说两个吧 不是两个 前流与后流 不是两个 前流及后流 后流变成前流 前流又变成后流 若是不相知 若是不相知 所以不相知 能源于所排无二 能引的 跟所所排的 也个不相知 也不是二 能源于所言 以无二 就寡重一个水 来做比喻 这样来说 能排与能引 不得拒 引和排 后跟前浪 后浪 两个不能拒留 两个拒留 封不出前后来了 那就不叫前后了 但以不拒得 所以不相知 前后互不相知的 互不相知 为什么 各无自信 他没有自己的体现 因为有无知无限 而常流不喜 有种 不流而流 没的水了 不流了 有了水了 这就被流了 但是在体性上的 流性的 不可得 无自信 生灭前后 前灭后生 前头灭了 后头就生 前头灭了 后头生 互相的 一个牵引 一个牌子 互相的引牌 这种意思 就是说法上说 小乘法 也说生灭 但是不能从此 转住于方 因为他不知道 无性缘起 无性缘起 缘起住法 无自信 无自信 就叫无性缘起 住法因缘胜 我说即是空 就是他没有自体的 空假的 这个意思 这是比喻了 是比喻了 他不相知 不相知什么呢 不相知理 不相知理 全后流 各个各个不相知 各个不同 前流 后流 一合之水 一个合之水 哪个是前 哪个是后 没办法分 这是一心 你分不出来 所以在教义上 得把它分出来 心真如 心生灭 心生灭 是因心中而起的 心真如是依着心生灭 而显现的 心 研发的性 就是性体 这些是妄想 性不是心 这个道理 大家想想 咱将讲的一真法界 一真法界 不是我们的虚妄心 但是我们的虚妄心 是依着一真法界 写的 没有真体了 妄想也没有了 妄一真起 妄能显真 妄可不是真 妄尽还原 华言教义语 当代佛门起诉 孟参老和尚 1915年7月13日 身于京吉林省白城地区 1931年 在北京房山县都帅死出家 一生学通显密 教通八宗 畅讲华言 力宏地藏 虽蒙雷蟹之灾 三十三载 弘法兴致 未曾烧歇 于2017年 11月27日 在大陆 五台山 安详市集 享受 一百零三岁 感恩 孟参老和尚 一生 演说大称 少龙佛种 缅怀风范 祈愿老和尚早日 趁愿再来 慈敏独众 利乐有情 哇哦 狗狗好可爱哦 但是 没有主人的狗狗 希望有人爱 你可以选择 狗狗的品种 但是 不用选择的是 它们的中心 它们缺的是一个机会 在外面流浪的狗狗们 也渴望您的关怀 需要您的帮助 台湾救狗协会 邀您一起 扶持 救护 养护流量狗 华博账号 50016766 50016766 铺名 台湾救狗协会 社香猫咖啡 猫屎咖啡 又名为 社香猫咖啡 它是世界上 最贵的咖啡之一 属于 咖啡中的 黄金品种 这时 几位顾客 走进咖啡店 然后吃惊地 看着橱柜上 摆放的 一罐罐咖啡豆 哎呀 这些咖啡豆 怎么这么贵呀 因为 这是社香猫咖啡 所以价格 自然会贵一些 原来这些 是社香猫咖啡呀 听说 这种咖啡的 生产过程 很特别呢 没错 社香猫咖啡 是由社香猫 吃下成熟的 咖啡果实 经过消化系统 排出体外 提取出来后 加工完成 由于通过胃的发酵 所以产出的咖啡 别有一番滋味 它的产量 可是很少的 所以价格自然会很高 原来是这样啊 这真是物以稀为贵啊 难得能遇到这种 纯正的社香猫咖啡 我们买一点尝尝吧 好的 我们买一些尝尝 我劝你们 还是不要买这种咖啡的好 哦 为什么呀 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 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 姐 我知道你学佛 一直放声护声 但这是猫屎咖啡 我们购买它 并不会对社香猫 构成什么伤害的 是啊 姐 我们购买猫屎咖啡 和购买鱼翅 珍珠 以及皮毛制品 是不一样的 这位小姐 难道你认为 这种咖啡 会对社香猫造成伤害吗 嗯 当然了 这怎么会呢 小姐 你想多了 这种咖啡 只是社香猫的排泄物而已 它将吃下去 无法消化的咖啡豆排泄出来 然后 人们将其减食回来 进行加工而制作出来的 它的整个过程 对社香猫来说 毫无伤害的 你说的这种情况 那是以前 过去 社香猫咖啡 的确是这样采集的 可是后来却改变了 我如果不是去 社香猫咖啡的产地 看到那一幕的话 我绝不会相信 真相会是那样的 哦 一只社香猫爬上了咖啡树 然后吃起了上面的果实 不一会儿 社香猫跑了下来 然后在地上排泄出了一些排泄物后 便跑走了 没多久 咖啡园的主人来到这里 看到了地上 社香猫的排泄物 哎呀 社香猫来过了我的咖啡园 真是太棒了 一开始的时候 社香猫是每一位咖啡园主人 最欢迎的客人 人们赞美它 以它的名字或粪便 命名咖啡 而且咖啡园主总会期望 它能光顾自己的咖啡园 因为这样的话 便会得到价格不菲 带有咖啡豆的粪便 不同咖啡园里 很多人在那里 检视着社香猫还有咖啡豆的粪便 哎 这些量也太少了 那些猫怎么不来我的咖啡园啊 老爸 现在社香猫咖啡的价格 可是越来越高 已经翻了好几倍了 我们得想办法 多吸引一些社香猫 来我们咖啡园才行啊 这个我当然知道 可是社香猫整天这跑纳窜的 谁知道 他们喜欢去哪里 就算他们跑到我们这里 吃了咖啡果实 可却跑到别人的园子里 排泄出来 也说不定 有道理 如果有个办法 能让社香猫一直留在我们的咖啡园 该有多好啊 哦 让社香猫一直留在我们的咖啡园 对呀 儿子 你这个主意不错呀 我的主意 我出什么主意了 我们可以将社香猫一直留在咖啡园啊 这样一来的话 我们便会有很多很多的社香猫咖啡的 哈哈 真棒的想法 随着社香猫咖啡价格的攀升 人们已经不满足于到处去捡食社香猫的咖啡豆粪便 人们开始大肆地捕捉社香猫进行圈养 哈哈哈哈 太棒了 又抓到一只了 人主将捕捉来的社香猫放进了笼子里 他进了笼子后 不停地四下冲撞着想逃出去 你不要白费力气了 这么结实的笼子 你是逃不出去的了 来 该吃饭了 就这样 人们求尽他的自由 限制他的饮食 把本应是零食的咖啡果实 变成了他唯一的食物 让社香猫沦为一只只可以生产咖啡豆的机器 收购猫使咖啡豆的老板来到了咖啡园 很多园主拎着装有猫使咖啡豆的袋子聚集了过来 哎呀 老兄 你怎么才找到这么一点啊 要知道最近社香猫咖啡的价格又涨了 你得想想办法啊 这东西价格那么贵 谁不想多找一些啊 可是社香猫不来我的咖啡园 我也没有办法啊 可不是吗 最近我咖啡园里的社香猫也越来越少了 那些家伙究竟都跑到哪里去了 哎呀 你们这是从哪里弄来这么多的社香猫咖啡豆啊 整整两袋子 真是太离谱了 这两袋子里的咖啡豆真的都是社香猫排泄出来的吗 当然了 难道我还能弄虚作假不成 这些咖啡豆的确是社香猫排泄出来的 我收购社香猫咖啡豆这么长时间 一下子能提供这么多咖啡豆的 你还是第一家啊 老板 只要你价格高 我以后还会给你提供更多的 哦 你说的是真的吗 嗯 那是当然了 老兄 你是从哪里弄到这么多的社香猫咖啡豆啊 是啊 教教我们吧 大家有钱一起赚啊 这可是秘密啊 不能告诉别人的 园主说完拿着钱便和儿子一起离开 其他人羡慕地看着他俩走远 园主咖啡园的一个角落里 那里安置着一个个笼子 笼子里关着一只只社香猫 儿子 快去取咖啡果实来喂他们 我们需要更多的社香猫咖啡豆 你们这些家伙快吃啊 我们可等着你们给我发大财啊 怎么就只吃了这么一点啊 儿子放心吧 等他们饿了就会主动来吃的 那只社香猫自从被抓进来 它就没吃过东西 它这是在绝食啊 有很多动物在失去自由后会选择绝食的 啊 既然这样 那不如我们将它放掉吧 如果它活活饿死在笼子里的话 那实在太可惜了 放掉它 那可不行 如果因为它一直在绝食 而将它放走的话 那其他的社香猫也会学着它绝食的 它既然想饿死 那就饿死好了 说完 它转身离去 笼子角落里的那只社香猫 越来越虚弱 终于它倒在了笼子里 眼睛一直盯着笼子外的景色 可怜的家伙 何必要这么为难自己啊 活活饿死自己 这些家伙的脾气越来越暴躁了 即便不绝食 这样暴躁的撞击着笼子 也会受伤死亡的 是啊 我们得多捕捉一些社香猫才行 上次捕捉的那一些已经死掉好几只了 这样下去的话 我们可就很难收集到那么多的社香猫咖啡豆了 没错 我们得再多捕捉一些 不过最近周围的野生社香猫越来越少了 好像其他人也都开始效仿我们在捕捉社香猫了 哇 难怪最近那些贩卖铁笼的小贩经常来我们这附近啊 看来大家都开始饲养社香猫来生产咖啡豆了 人们为了获得高价社香猫咖啡豆 便将它们残忍地关进宅小 没自由的笼子里 很多社香猫会因为长时间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 极度烦躁和压抑而濒临崩溃 笼子里的社香猫有的在焦躁地来回走来走去 有的在拼命地咬着笼子 嘴角都被栏杆割出了血 有的用脑袋撞击着笼子 撞得头部鲜血淋漓 医生啊 你看这几只射香猫究竟是怎么了 自从被带到我这里 没几天它们就都像疯了一样 它们只是被囚禁在这个狭小的地方 感到焦躁而已 哎呀 那几只猫的身体也不太妙啊 怎么会这样 这些猫怎么一到我家 不是精神出问题 就是身体出问题 这是怎么搞的呀 这些射香猫 原本是极热爱自由的动物 但是你们却将它们给关押起来 进行饲养 有些射香猫 骨瘦如柴 因为它们只有被喂食咖啡果食 有些则是过胖 因为它们从来无法自由活动 更有些射香猫 摄取过量咖啡因而表现异常 咖啡果食原本只是它们的零食 可现在却变成了它们唯一的食物 长久下去 这些射香猫便会因为缺乏其他营养 而面临严重的健康问题 这就是它们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原因 现在人人都将它们饲养起来 生产射香猫咖啡 我相信它们慢慢会适应这种生活的 就因为射香猫咖啡昂贵的价格 让射香猫成为了世界上最悲惨的猫 它们沦为了一只只可以生产咖啡豆的机器 它们在狭小的笼子里每天吃着咖啡果食 一直到死去为止 天啊 怎么会是这样 真是太残忍了 真是没想到 射香猫咖啡背后竟然藏着如此悲伤的故事 是啊 人们竟然为了高额的利润 而如此伤害这些射香猫 真是太残忍了 我们品尝的那一杯杯香浓的咖啡背后 却是射香猫悲惨的一生 它们一生都生活在狭小的笼子里 这对它们来说是多么的痛苦与悲哀啊 是啊 那种囚禁的生活 对于热爱自由的射香猫来说 无异于地狱 可是它们究竟做错了什么呢 错的并不是射香猫 而是内心充满贪欲的人类 被囚禁起来的也不应该是那些猫 而是我们啊 没错 所以有些人建议 还是尽量避开这种咖啡 因为我们无法确保 这些咖啡豆的来源 百分之百是野生的 而它通常来自关在笼子里的射香猫 我们应该抵制这种极不人道的做法 因为每一只动物都应该被爱护 生命都应该是平等的 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